那门教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有祷告会开始的 没有想到人就开始涌进来 当人进来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牧羊的经验 之后我的朋友就介绍我去SOM 去看看侍奉学校在苏大 听说刚开始不久 所以我们就去了 刚好看新牧师有传讲 建立刚强的地方教会 这后教会就从四个人成长到一百个人 在那一年04年 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 就是机会跟新加坡城市封筑教会 连办要动真爱的这个演唱会 神就兴起许多的外邦人 甚至是不信主的人 甚至是曝光 都愿意为我们打广告 而且不用付什么费用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新闻 甚至是很多的整版的新闻 来帮助我们来报道 这个将要来临的演唱会 演唱会转眼就来了 第一天晚上来了三千多人 所以第二天晚上来了四千人 我们总共在这两天的晚上 有一千三百人归露主的名下 要动真爱演唱会过后 我们决定就带着我的两个教会的领袖 去到新加坡 刚好当时 他们新加坡教会有一个 小组领袖的一个聚会 然后见到了康熙牧师 当时我就跟他分享我们教会的难处 而且的挣扎 然后康熙牧师很愿意地帮助我们 也就在当年的十一月 我们正式成为 新加坡城市丰富教会的联盟教会 很感恩就在第二年 我们的教会就有一倍的增长 我们从一百人教会就增长到两百人 之后我们在06年 我参加了这个Emerge 在那个Emerge聚会里面 我看到了极大的年轻人的事工 是非常震撼性的 而且也给我们那个方法 要我们怎么样地去进行我们的Emerge 接下来的一年 我们的教会又开始增长到三百个人 然后08年我们已经增长到四百个人 在当时教会的增长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工开始 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被吸引到教会来 透过Emerge的这些的活动 我们开始把它拼入在我们的整年的形势力里面 我们有讲道大人 我们有读背经 我们有话语大人 我们有各样才华的表演和比赛 我们也透过各样的这些的活动 把它放在不同的月份 让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可以非常活耀 非常地有活力和动力 就是透过这些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的年轻人的事工就从那里开始增长 然后我们开始进到学校开始我们的校园施工 从一个学校开始到现今的在古境的15个学校 另外我们也在开始了我们的大学施工 我们看到年轻人非常地积极地去参与各样的活动 也在教会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也让我能够想到说 神感动我去接触下一代 让我能够去真正地为年轻人 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带给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在2009年 我有幸地到新加坡城市丰主教会参加一个聚会 在聚会的当中我记得 有播放核药商他们在整个海外做的这个人道援助 还有救灾的这个场面 我就想到一个教会竟然可以走出这个市场 不单只是在国内走进社区 而且还可以走到全世界去帮助那么多人 我心里有感动 原来找一个需要 满足一个需要 是这样进行的 可以带来影响力的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成立了社区关怀的机构 如今我们这个机构也每一年帮助到很多贫苦的人家 很多的当亲的家庭 还有这些的小孩 还有这些很多的老人 孤独老人乐临事工 我们而且是不同种族 我们透过社区关怀 每一年我们都去帮助他们 所以到如今我们真的看到 这个社区关怀真的可以成为教会 还有社区的桥梁 把人带到教会来 那我们如今教会开始要走向下一段 我们有一个新的十年计划 就是让教会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干强 更加的健康 所以在整个的计划里面 我们很多都是跟着新加坡城市丰富教会 特别是看新牧师的路线而走的 我非常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能够认识看新牧师还有善 让他们的事工他们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教会 影响我们弟兄姐妹 我非常感恩 谢谢牧师还有善 谢谢你们 谢谢陈师佛罗教会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